大家好,我是talking,我又来了,今天的话,这个视频我准备分三段吧,然后第一段的话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最近一些新闻的一些看法,然后就包括中概股可能会可能会被delisting,然后还有可能有些人觉得大凡会调整,好吧,然后第二段的话和大家回顾一下,复一下盘,然后回顾一下个股,第三段的话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三家SARS公司的一些了解,或者分享一下我研究之后的一些成果吧,先说,那就先说一下新闻吧,两个新闻,然后第一个是中概股有可能会被delisting,第二个的话,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大盘有调整,先说中概股,中概股的话首先你要了解两点,第一点是即使说,首先这个bill我觉得很大可能在house那边会被pass,因为这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问题,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bill被pass,然后最后给川普,然后川普签字,那就变成一个法律,那变成法律之后我们要知道的是, 首先中国所有公司有三年的时间去准备,第二点的话,我说即使他即使就这个行为变成一个法律之后,最后执行的好不好,或者最后执行的严不严格,完全取决于执法者,而不是取决于这一条法律,你懂吗,就是 法律可以有,但是最后的执行者,或者说最后这个法律运用到什么程度,完全取决于这个执行者,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,或者三年以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,所以 从现在开始到最后,即使他们很多公司会被delisting,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在美国上市,他们回去,回中国,或者他们把它私有化,都是可以的,但是起码到现,从现在为止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,还有三年的时间,那这三年时间你需要做什么,你需要做的是,其实你是,我回到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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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回到你投资最根本的是,你对这家公司首先你得了解,或者你对这家公司的本质你得了解,如果是一家好公司的话,我完全不觉得这个新闻会影响他将来的发展,你懂我意思吗,就是你给他三年特别小,对于一些在中外,或者在美国上市的一些相对来说小一点的公司的话,花三年时间去证明和中国没有关系,或者和中国政府没有关系,我不觉得这是一件难事,前提是他们还想继续在美国上市的话,这是第一点,或者这是我第一个,我对这个新闻的看法, 第二个点,第二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大盘会不会调整,我应该怎么做,其实这个问题,其实我想回到最根本的是,也是我一直说的是,首先你得要知道你自己投资的那个时间轴,或者你投资的时间到底有多长,你是投资一个月,你还是,你的time horizon是一个月,还是一年,还是五年,还是十年,我为什么这么说,首先你要知道,即使大盘下跌的话,很多的,我们说一些基金啊,你会觉得资金会跑,或者怎么样, 但你要知道,有些资金会跑,有些资金是不会跑的,给你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,哪些资金会跑,hedge fund,就是那些对冲基金,他们会跑,我一直说,hedge fund,他是quick in,quick out,他们看到这个市场是多头市场,他就进去做多,他们看到这个市场是空头市场,他们就进去做空,包括一些,我们说一些quantitative fund,就是一些用电脑计算的那些,那些,那些strategy, 他们也是,他们的存在是帮了帮助这个市场,扩大了他那个,我们说的volatility,或者波动率,市场涨得越高,或者市场在一个上升的趋势,他们就能帮这个市场,给涨的那个趋势给扩大,反向的话,市场在下跌的话,他们能帮助你把这个下跌的趋势也扩大,首先,这些,这些基金,或者这些资金的话,他的,他的资金,或者他的钱,他是会出去的, 哪些资金是不会跑的,我说那些被动,那不是被动金,那些比如说,我们说那些保险基金,或者说那些,主要是那些养老基金,养老基金,他们是不会走的,因为养老基金,你知道他们一年,如果说我定下来,今年2020年,我的股票投资只在60%,那我就是投60%,我不可能低于60%,我不能在55%或者50%,如果说一旦我这个比率下到了55%甚至50的话,我在这个位置,我就要买进股票,而去卖出,卖出他的债券,或者卖出他的, 其他资产,什么你,这点你要分清楚,第二点的话,就是有,还有哪些资金不会走,就比如我们说的,大家非常喜欢的,比如Ark Investment,或者Belly Gifford,BG这些公司,首先,Belly Gifford,他做的是什么,他做的是成长型资金,成长型资金是什么,他们不单单这个资金,他不会走,且他这个资金不会说做成一个,对Belly Gifford来说,比如他不会去卖出特斯拉,而去买入CCL,或者买去买,去买入Carnival这些公司,因为这种操作是他们不会有的,他们, 一旦他们,就,首先他们的Investment Strategy,或者他们的Investment Theta,他们是定下来的,所以,他们只可能的是,比如说,我今天卖出Square,或者我今天卖出特斯拉,我去买Square,我今天卖出Square,我去买特斯拉,他们只可能在,所有的Growth Stock里面去Rotate,他们不可能从,一个Investment Style,Rotate到另外一个Investment Style,他们不会做出这种,什么, 我们说卖出Zoom,去买CCL,或者就我前面说的那些操作,不是我卖出Peloton,去买其他一些,卖出Peloton,去买波音,这不是他们能做出来的事情,所以,他们的资金也是不会动的,能听懂吗? 包括Ark Investment也是一样的道理,他们的Strategy就是Focus在Innovation上面,那么他们的钱就一定不会从Innovation里面出来,那,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? 那,我就想告诉你,如果说,你想做的事,试出去,首先,我觉得很多大多数人觉得,那个大盘要下跌了,我是不是要调整仓位,或者我是不是要变成Cash,首先,我想说的是,你在这个位置,你做的操作是,你想试着去Time the market,我不是说不可以,但是,其实很多时候,回过头去看的话,历史的数据会告诉你,试着去Time the market的人,最后可能连Index都跑费,这是第一点,第二点的话,我们如果回过头去看,从五年或者七年的回报率去看的话, 你是不是觉得,因为首先,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,看五年七年的话,这个市场,整个的市场肯定会下去再上来,上去,下去再上来,对吗? 那,你现在的操作,将来能导致的情况,你是不是觉得你有这个信心,在五年或者七年之后,你比Ark Investment更牛逼,或者你比Villy Gifford更牛逼,你比他们的Return更高呢? 如果说你觉得有这个能力的话,那我建议你去做这个操作,如果你觉得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,那其实我建议,比较去少的去动你的Portfolio,当然了, 如果说你这个人比较喜欢交易的,你喜欢Trade,你可以拿你整个,比如说一百块钱里边的,拿出二十块钱或者三十块钱,你去做些些操作,剩下的,我觉得百分之七八十或者六七十,我真的不觉得,我也不建议大家在那个位置去动自己的仓位, 因为你往往事实告诉你,你试着去Time the market的时候,你最后都是连Index都跑不赢,好吧 那接下去的话,就来快速的副下盘吧,现在看Palantir吧,Palantir的话,反正分两种吧,两种情况吧,如果说你准备中长线扎住Palantir这只股票的话,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,你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进仓的一个位置,因为我记得我在第一天,反正第一个Palantir的这个视频的时候,我就说了,在这个位置,它有可能接下去要进行三浪的调整,而接下去要进行四浪的调整,而我说了,从技术角度上来说的话,它这个上升确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三浪,而这个三浪的话,接下去就是进行一个四浪,那,我觉得,录这个录视频的时候,录第一个视频的时候,应该在这个位置,对吧,那, 长期来说,你觉得你看,Palantir,或者说,通过,我记得我有一个视频,我说了,按13倍的市盈率来说,按50%的它的growth来说的话,五年以后两倍,那么就五年以后,Palantir能涨,Palantir的这只股票能涨两倍,那你觉得,啊,两倍是少了的话,那我觉得在这个位置,你就是一个非常好,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仓的一个位置,好吧,就是从,就是从PS,它现在的PS,可能今天跌下来之后,PS,我估计可能在35到36左右吧,但我觉得应该也是能接受的一个情况,因为,你要把它 它的revenue的growth要在50%,50%或者甚至50%以上的话,现在这个价钱都不算非常贵,那么短期的话,其实,想做短期的话,其实,我在这个位置,我并不是非常能帮到你,因为你要做短期的话,你,你必须去看我,现在只是看了一个小时的,啊,甚至于一天的,你,你做短期的话,你要自己去看15分钟,甚至于5分钟的,甚至于10分钟的,你得自己去判断,你得自己去根据最新的一个趋势,去告诉你,我在这个位置是不是该进还是该出,不可能,你说,一,今天一根大 大阴线,或者昨天一根大阴线,一下子拉出来的时候,一下子拉出来的时候,我告诉你,啊,这个估计你要卖掉,然后跌到哪个点,你再进买进,啊,没用的,这真的是没办法,没办法给出你这个信息,然后,真的要做短期或者日内交易的话,你只有靠你自己,或者说,你自己去对那些,啊,需要对,我们说最简单的,需要对K线图有一定的了解吧,对吧,嗯,看一下,嗯,利吧,利的话,其实,嗯,我为什么又还想说一下利呢,就是,我还是想说我,我,我,我记得, 起码好几个视频前了,我就说了,利在这边,其实你可以画出来一个,中国三家EV的话,你看利的走势,其实最容易看的,因为,你一旦看准利的走势的话,你就能大概能估计出另外两家公司的,可能,小鹏的话,像,可能波动率稍微更大一点,那,你有的话,相对来说,波动率就更小一点,嘛,就,你这样去看就好了,然后,啊,利的话,因为,那时候,我说,就能画出来一条下趋势线,而如果说跌下去,跌到,跌破下趋势线的话,很有可能,接下来,走势就改变了,你已经不在这个,上升的一个, 这个趋势上面了,那,今天事实再次证明了,在这个位置,他上,你看,在这个位置,是昨天,把这个位置调整,又看似,又好像是很慢调整,结果今天一开盘的时候,一下子又往下跌,啊,在这个位置,可能能跌到什么位置呢,我觉得他,最大,有可能的概率,两种可能性,一种可能性,跌到,就是往下跌,跌到33块,就跌到33.29这个位置,这个位置,这个位置是根据我前面的一个大的五浪,里面调整,让,调整到,从,从第五的,从第五点最高的那个点,或者五浪的最高点,调整, 调整50%,那50%就是在33.29左右,还有一种可能性,在这,他在这个位置已经停下来了,或者说ABC这个位置已经结束了,就取决于,我说这边,啊,这边,橘色的,这边有可能是ABC,但是我觉得大概率的可能是ABC要走成这样,蓝色的这边走成了12345浪,好吧,就,嗯,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,你,你,你投资力,或者投资小朋友的话,你到底想干嘛,好吧, 你,你要想做短期的话,我觉得你只能靠你自己,你要做长期的话,对这个,对这只股票,或者看好的话,长期在那个位置,我觉得和Palantir是一样的,你在这个位置,你就可以进了,好吧,快速的说一下NIO吧,啊,一样的,就是NIO的话,可能在这个位置就没有非常的清楚了,但是比较明显的是,可能NIO在这个位置,ABC的三浪走的挺完整的,也是走的一个非常符合ABC三浪该走出来的一个样子,啊,当然了,不排除,就是和,啊,历史一样的道理, 就不排除,它对后会走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调整形式,这不是一个,这不是一个强势的调整,强势的调整是走成一个,收缩三角形,对吧,这是,这是我们说的一个,一种强势的调整,就好比,NIO前面的调整,这种调整是强势的一种调整,而,往下的,就,你看,你看到最高点一直在往下,然后最低点一直在往下,这也是一种调整的方式,但这不是一种好的调整的方式,因为,非常有可能的是,它在那个再往下,你可以,你说这边我可以画一条,其实,AC两点我连起来的话,画一条, 这条趋势线出来,但是,很大有可能,就,这边你可以画一条趋势线,很大有可能,明天再一跌的话,直接跌破这条趋势线,那,直接一个下跌的趋势,就非常,就已经形成了,所以,啊,很难说,啊,就你,你,你随便去问谁的话,他们都不可能告诉你,明天会发生什么事,比如说,你说,这个星期的话,啊,中概股,因为的,因为,比如说,啊, 他们说,house那边,他,直接pass那个bill的话,那中概股直接一波下跌,有可能,因为,其实,市场只不过真的是一个契机,但是,最终回到一个根本是,你对这只股票,对这只公司有没有信心,这是一个最最最最最最根本的东西,你对这只公司有信心的话,你长期拿着就行了,短期的话,我还是那个,短期的话,其实,新闻只是一个,啊, 啊,新闻很多时候只是一个,他往上或者往下的一个,所谓的一个新闻,或者所谓的一个原因而已,真正的原因是背后的,他在那个位置要进行调整,啊, 那最后的最后就看一下特斯拉,特斯拉,啊,那终于啊,我们,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的一个调整来了,啊,这个条,今天早上的调整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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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大概率的原因,我更偏向于,啊,不是一些新闻的,说的,说的一些,比如说, 啊,整个大盘的调整是不是来,我不大偏向于那个,我更偏向于,一开始,或者盘出的那个调整,更倾向于,啊,整个我们说,啊,一些rebalancing,或者一些,啊,养老基金的一些rebalancing,啊,我以前说过这个概念,就是养老基金,他们每个月到月底的时候,他们要进行一个rebalancing,因为这个月,股票实在涨得太高了,所以,这些养老基金,他们要做的是,特别是在月底的时候,他们要做,啊,基本上都是在月底,啊,啊,他们都要做的是,卖出股票,然后买进一些债券,那, 能保持他们整个,整个的一个,啊,资产组合在60或者40,就60比40,嘛,60股票,40债券,他们,这是他们每个月都要做的事情,好吧,啊,那,这边特斯拉的话,其实,还是在一个调整的趋势,然后,啊,不大,我不大看多,就,我不大觉得特斯拉在那个位置,还会继续往下,因为我觉得特斯拉的调整,啊, 不是说不,没有可能,有可能,但是我觉得特斯拉的调整,应该是一个强势的调整,没人在,还是没人在那个位置敢去做空特斯拉,或者没人在那个位置,啊,觉得我在这个位置可能要take profit,起码到21号之前,甚至于可能14号之前吧,越接近于21号越危险嘛,因为在,现在才12月份都不到,才是1月30号,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时间,短期内想做,想做,或者想进特斯拉的话,我觉得在这个位置,啊, 嗯,还是有机会可以上车的,特别我觉得在这个位置调整的,真的是差不多,嗯,实在不行的话,你这个位置,你短期调整,你说你短短期做特斯拉做的不行了,你就变成一个长期投资了,投资特斯拉的一个投资者吧,也是挺好的,就是大家都抓着特斯拉,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多好,而且特斯拉,嗯,特斯拉真的是一个比较少的一只股票,是你能看出来,很少有人能,能够站出来明面的告诉你,我去唱空特斯拉,而,有是有那些人,但是那些人, 其实给出来的理由都是非常非常的牵强,我这你就能看出来,市场上其实对特斯拉的看法,其实还算是比较一致的,那我们就来先来看第一只股票吧,嗯,JFROG,啊,首先看一下,我说了,我看一家公司的话,我从四个方面去看,第一个方面是看这家,看整个市场大不大,你可以看到,虽然这个report有点久,但是,是,呃,就04年的,是00年,啊,2020年的4月29号,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,他们,估计的DevOps,整个的, Global的Industry,他们能达到8.1个Billion,啊,就2025年的时候能达到8.1个Billion,非常大的一个,啊,一个,我们说一个上升空间,或者整个市场非常非常大,而JFROG现在每年的收入才150个Million,啊,那这边稍微介绍一下,什么是DevOps,很多人不知道,我一开始我也不知道,但DevOps,它就是Develop and Operations,啊,其实翻成白话文的话,其实它就是,啊,两个程序员了,一个程序员是做Develop,一个是写code的,另外一个程序员是做Operational,一个,那,那, 它就是拿,写出,写出code的那个程序员呢,它把那些code,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production,把它放到现实生活中去去,或者放到一个工作中去,那,从历史的角度来说,就是,这两个程序员之间是,谁都看不起谁,或者谁都不喜欢谁的,关系是非常非常差,啊, 那,那,DevOps,它,或者说,JFROG这家公司,它所做的是什么,它所做的就是给这两个人,或者给这两个程序员提供了一个平台,让他们能够更好的work together,那,它,它主要还是做的,就是,它解决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,就,拿一个最,拿一个比方,就,比如说,我们每个人,每个人的手机里面会有一个,APP,比如说,你会有Twitter, 然后Twitter的话,它可能一直会加一些,一直会加一些新的一些function进来,那,它的require就是,它必须要需要你不停的去更新这个,这个software,那,很多时候,它要去更新的时候,你必须要经过的一部分,就后,程序员在后面写出code,写出code完之后,你还要去测试,那,而,嗯,JFROG这家公司,它就给你中间,它会给整个过程给简单化,或者把整个过程给,给更,更流畅了,或者给更smooth了,那,这是,JFROG所做的事情,那,它能保证的就是,你很多时候, 你去,你去update一个APP的时候,它能保证,你每天都能update,它能保证,你每天都有这个能力去update,而以前的话,你可能,你有一个update的,你写了一大堆code,你给另外一个程序员的话,因为,你给operation的话,operation,它可能也得花很长的时间去validate,它去做一些,它那边所需要做的事情,那,可能到你真正要,这个程序要update的时候,可能又要花了三四天,这,中间的话,非常不,效率的话,非常非常的低,这就是JFROG所解决的一个问题,好吧,那,我们现在可以看到,就整个市场,其实是, 啊,我们说,JFROG在整个DevOps的市场,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,那,你可以看一下,我做了一下对比,就看一下,这,首先JFROG这个,这个软件,在这个市场里是不是好,或者是,它有没有那个,有没有这个,竞争里吧,你可以看,我,我去把它和GitLab,GitLab好像是比较,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司,起码在这个领域算是比较大, 那,你可以看到,从评分的角度来说,其实JFROG还是有很多地方,还是有一些优势的,但是,你可以从,这边response,你就可以看到了,其实JFROG并不是一个非常popular的一个,一个,一个,一个software,或者一个软件,而GitLab的话,其实是非常popular,就评论的人也非常非常多,那,但是总的来说的话,JFROG还是有它的市场,或者说它的产品还是有竞争力在那边的, 那,那这是第二点,那第三点的话,其实在看balance sheet之前,我,我看了这家公司CEO的一个interview,这是我对JFROG可能最大的一个疑问,就是这家公司的CEO,我看了一个interview是,这家公司,啊,一个,一个主持人采访这家公司CEO,问他IPO之后,他的钱想怎么用,这家公司,这个CEO,花了,这个主持人问了两遍,这个CEO都没有回答,回答出这个问题,我觉得,他好像装作,就是,当初的那个信号并不是非常好,他没听清楚这个问题,然后,他没听清楚这个问题,然后, 之后还有另外一个主持人也问了他一个问题,他也没有直接去回答那个问题,就让我觉得,首先让很多人觉得,底下有人评论说,他是不是在读,读他原来就准备好的那个答案,啊,这就让你觉得,可能这个CEO他在面对很简单的一些媒体的问题,他都不能处理好的话,我觉得他在,可能在communication这方面,我觉得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,或者并不是非常非常特长,啊,但是他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,我知道他,他是有非常强的一个,一个background在那边,这是我对这个CEO可能有一点点,一点点的一个, 看法,然后,你从balance sheet上面去看的话,J4这家公司,首先他的,他的PS的话,或者市销率的话,在42,属于,在整个sars industry的话,属于中等,稍微偏下一点点嘛,偏高,就整个可能,平均数在45到50左右吧,然后他在42,你说高吧,也不算高,但低的话也不低了,啊,但是growth rate的话,其实挺高的,40%,挺好的,然后,你把, 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算数,如果你每年假设他growth40%的话,那五年之后,他就有百分之,就有537的一个growth,一个growth rate,那如果说,你再去把说,你说五年之后,他的ps ratio到21左右的话,就去向于,比较稳定的一个ps ratio的话,那,他的五年之后的,他的股价可能就是现在的260倍, 哦,不是200,就是2.6倍,啊,是不是一个好的公司呢,确实是一个好的公司,而且他现在已经是已经,基本上已经赚钱了一家公司,你看他,每股亏的话,只亏了0点,只亏了一毛四,啊,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sign,唯一可能,你说,唯一可能,他们需要进步的时候,其实,你,我对比了一下,后面我会说的,就D-Dog和,啊,苏莫两家公司的话,他们另外两家公司,他们在research,在L&D和marketing的话,他们花费是很多的,而JFrog的话,可能并不是非常, 非常的多,啊,这一点的话,我觉得我更愿意看到的是,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话,增加一些,增加一些,一些,啊,他们说,增加一些expense,然后能把这个growth为增加到百分之五十六十七十,甚至于最好能到一百,那这是,这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sign,如果说我们说,看他的earnings report,如果哪一个,哪一个earnings report,他能到六七十的话,我觉得,这家公司一定是一个,对你来,对投资者来说的话,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信号,那,啊,最后的话,就看一下这家公司持有者吧, 啊,很多人可以关心的就是,我,我,这个可见仁见智了,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,他现在还有VC,啊,就Venture Capital,Venture Capital到现在还在里面,一般来说,我们说,一家公司上市了之后,VC这些,这些股份的话,他们都卖了,他们,因为VC,他们基本上都做的都是private,他们不会上市,公司上市之后,他们不会,他们一般不做public market,他们都是做private, 所以,你可能有,可能有一个expectation在那边的话,可能,sooner or later,就是,这些,这百分之十八的一个,一个jfrog的一个,也,我们说这点share的话,可能会被VC给卖掉,他们会去做另外的一些投资,好吧,啊, 啊,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Sumo和Ddog两家公司吧,这是两家,我比较,其实看到Sumo的话,其实我挺激动的,为什么,待会我最后会和大家分享,这也是我说的,Sumo是那只我说的,可能在未来的一到两个月就可能会有3X或者到4X的一个return, 然后我会告诉大家,为什么,首先,我先和大家,啊,先简单的和大家打个比喻,告诉大家这两家公司是做什么的吧,如果又,如果说有业内人士的话,我这个比喻打得不好的话,其实业内人士,也可以,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,就,到底应该怎么去看这两家公司,好吧,就,我看这两家公司,首先,我对这两家公司的理解,就好比,他们是做什么的,就好比,啊,每个人都有电脑嘛,你在电脑上进行各种操作,打开这个软件,打开另外一个软件,你去浏览,然后,你去浏览一些网页啊,包括,有很多数据要进来,很多数据要进来, 出去,那,其实,这两家公司所做的,就好比,你在这个,你在自己的电脑里面,装了一个360,差不多就360那种性质,比如说,你去浏览这个网页,然后这个网页可能有一些,我们说有可能会有些potential的一个risk,包括有一些,比如说有些bug啊,或者有些,有可能会被人家hack,然后,那360已经开始提醒你了,对吧,你说这个网页可能有风险,然后,这就是两家公司做的,然后还有一种就是,可能360最后会通过你的一些,比如说打开Excel的一些,一些行为啊,一些习惯啊,打开Word的一些行为,一些行为啊,一些习惯啊,打开Word的一些行为,一些行为啊, 包括你浏览网页的一些行为,一些习惯,它会给你把所有的数据全部整合起来,告诉你,你每个星期的习惯是什么,你每天的习惯是什么,它做的还有一种,给你一些分析,就帮助你做一些analytics,然后,帮助你做一些分析,做analytics的同时呢,它还有一些,有那种警告,有那种security的那种功能,这就是这两家公司在做的事情,那,你如果说把360比做,把360换成Sumo,换成D-Dog的话,那,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电脑换成一个cloud,那就是他们这两家公司在做的事情, 然后,整个industry或者整个,我们说比如说这边security information and event management,这整个industry在SaaS里面,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大的,我看一下,它整个industry或者这个sector里面的一个growth,每年也是在,其实和devops差不多,每年也是在20%到30%,整个industry就是20%到30%, 确实一个非常,一个在一个,从一个成长角度来说,其实是非常快,非常快的一个,一个成长的一个脚步,或者一个速度,然后你可以看到,其实这边Sumo的它的市场占有率,其实还挺少的,起码在这个sector里面,它才2.12%,我们再看一下,然后你看一下DataDog,DataDog的话,它可能细分的话,DataDog可能在cloud management里面,但是我最后把这两家公司比了一下,如果,我还是那个,如果专业人, 是觉得这两家公司可能没有很大的可比性的话,可以下面给我们留言,或者给大家留言,我觉得这两家公司还是可比性挺多的,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两家公司的product,其实有点像,起码在DataAnalytics上面,还挺像的,那DataDog的话,在它的领域里面占了5.42%,你可以看这两家公司的占比,其实都不是非常大,但是整个industry的growth,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,在20%到30%左右,好吧,首先,那就说了,回到我,我,我,我看一家公司的最,最根本的四个点,第一个点,这个industry快不快,非常快,那, 第二个点,这家公司快不快,这家公司,这家公司的话,其实,他们两个,这这两家公司,他们的growth也是非常非常快的,我先给大家看,这是Dog他们的growth,你可以看到,这边,17年到18年,100%的增长率,19年到20年的话,也在50%到70%的增长率,2010年也是非常夸张,将近到了800个million的一个sells, 啊,苏木的话,这不是苏木,苏木的话,相对来说就,苏木的话,相对来说就低了一点,因为苏木这家公司的话,相对来说,时间没有Dog那么长,Dog好像2010年的时候,就已经放,就已经有这家公司,只是他上市,只是这两家公司,公司上市的时候,时间可能离得有点近,然后,但是你可以看到苏木的话,他只disclose,或者说他只告诉了,他只告诉了公众, 他们18年到20年的一些收入,那你,其实你可以看到,他的,他的growth率也是非常高的,在百分,都百分之五十以上了,或者说,差不多接近百分之五十,都是一个,两家公司从成长的角度来说的话,都是成长的,都是非常非常的快,脚步也非常非常的快,嗯,再看,呃,先看这个吧,先看holding吧,你看Dog的holding的话,呃,你又看到了谁,你看到没,BG,呃,BG在9月份,这个是9月份之前的数据,那就是BG在9, 6月到9月,今年6月到9月的话,他买Dog,一共买了500万股,呃,是刚刚加仓的一个股,你可以看到,就这两个数字是一样的,那就是刚刚加仓的一个股,呃,BG大家都知道了,那,呃,还有摩根,摩根,摩根斯丹利,他摩根斯丹利倒是在那个位置,呃,他退出了,呃,这两家公司,我说都很好,但是,看你偏向谁了,我,我,我,其实我觉得,这个对大家来说,应该是一个比较,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信号,好吧,然后看一下,呃,看一下苏木吧,苏木的话, 我没找到比较,我比较偏傲的,偏爱,偏傲的,偏爱的这两家公司,但是你看看到了,啊,呃,摩根斯丹利,啊,呃,是一家相对来说低调一点的一家公司,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牛逼,他们每年的一个,一个return也是非常非常的高,也是,就是比,比,比benchmark,或者比我们说比标普500也好,比,呃,另外的一些benchmark也好,我们说一般,一般我们都用acquit,就是all country world index,啊,这是另外一个,啊,我们说一般,一般一些基金公司,如果他们的, investment universe,他们的投资区间是在整个国,整个世界的话,那他们就不是比标普500,因为标普500只是针对投资美国的一些基金,好吗,那,啊,这个不重要,但你可以看,摩根斯丹,摩根斯丹利和奥提森这两家公司都投资了,啊,或者说都买了苏木这家公司,啊,然后的话,我们看CEO,这两家公司CEO的话,啊,我都去看了,然后,啊,都挺好的,就讲一下,感觉,给我的感觉这两家CEO都比较的,还是挺,我们说,挺全面的, 就是挺全面的一个人,挺全面的一个人,或者一个,算是一个人格方面嘛,或者说,他自己的一些性格方面,我主要想提出一点是,啊,在苏木IPO的时候,有一个主,主持人问了一下,苏木这家公司CEO问他,说,就挑战了,算是问了他一个问题,然后问他,啊,现在苏木的这家公司,他们每年赚的钱,还没有他们支出的多,他们支出,他主要是指出了, 就比如说他们R&D,研发和他们做在,呃,marketing上面的一个支出,比他们的收入还多,然后这家公司,他的CEO回答就是,他们现在主要是focus在成长上面,而不是focus在盈利上面,其实我觉得我对他的这个回答是非常满意的,因为,呃,我觉得对于一些,对于,特别对于成长的公司来说的话,他们最主要,最主要先要解决的是,他们得有那个revenue,得有那个growth在,如果他的growth只在二三十的话,其实我是不满意的, 他们的growth起码要在百分之五十以上,那这是比我对一家成长型公司的比较,算是一个及格线吧,就他们需要关注的是,他们先要先要有这个growth,然后我们再可以关注一些其他的,比如说怎么去盈利,怎么去cut一些cost,怎么去帮助公司盈利,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,呃,那个CEO的一个回答的,那为什么我最后会觉得Sumo这家公司会比D-Dog好,或者我觉得Sumo,为什么Sumo这家公司,他可能在接下去两个月, 就会有两到三倍,或者三到四,三到四倍的一个涨幅呢,我可以,我在看D-Dog的时候,我想去做对比,想去把D-Dog和其他公司做对比,然后我就看,想到了Sumo,或者看到了Sumo,然后把这两家公司一比的话,你可以看到,呃,Sumo基本上是从各个方面,都是秒杀了D-Dog,呃,只有一个我们说Ease of Setup,这一方面的话,呃,我们说D-Dog相对来说领先一点,从所有人的,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的review的那个数字的话,或者说给, 给反馈的人的话,他数字其实是差不多的,呃,这就给我的一个,怎么说,这就给我的一种感觉,就是,呃,我觉得首先啊,因为,呃,D-D-Dog他的,相对来说,他的revenue非常高,每年有800个million,而Sumo的话,可能现在才150多个million,那就说明了,其实D-D-Dog占了非常大的一个市场,或者说比Sumo的话,他的占的市场要高很多,呃,但其中也是一个原因,是因为D-D-Dog他,这家公司已经比Sumo要99差不多5到6年,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,但是, 你从这个产品的质量来说,或者说从,呃,消费者的一个反馈来说,我觉得产品是非常非常重要,这是一家公司的根本,你首先你这个产品得好,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,Sumo基本上是秒杀了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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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他们的product非常非常好,那除了这一点,除了他的product之外,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,你去看,这是balance,这是,呃,这个是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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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需要做的事情,而即使他们花了那么多的R&D和他们的marketing expense,这家公司也是基金要,就接近要赚钱了,所以我就说这种公司想赚钱是分分秒秒的事情,只要他们把cost cut一点下来的话,分分秒秒赚钱,所以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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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一个我们说整个SaaS行业的一个平均数,因为我们说Snow当然也很高了,但我们说Palantir的话,他这家公司的话才47,人家长了那么多的话,他才47,才45到47左右,对吧,那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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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可以写出来的是,为什么我说Sumo更attractive呢,因为Sumo它的PS ratio才在15倍到20倍左右,基本上是完全低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平均线的,然后如果说你结合它的PS ratio的话,因为现在它还没有它的report,因为它从它的刚刚上市,9月份刚上市吧,12月份它会有它们第一个earnings call,到时候你就能看到它们的financial statement,但是如果你结合它的PS ratio的话,然后你结合它, CEO非常aggressive的在想抢占市场的话,然后再结合它们的product又是一个非常好的product的话,我觉得Sumo这家公司真的是一家非常有潜力,也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,我说这几家公司都是,这三家公司都是好公司,但是你要买一家,你要买一个公司或者买一个股票的话,你首先公司必须得好,最后你得看的是它的valuation,或者它现在的价格是不是合适,对吧,那我觉得从这三家公司来说,特别你要对比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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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umo基本上在各个领域的话,都会比D-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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 好吗那希望这个视频的内大家有帮助 大家可以在这个视频的中央关注我的频道 也可以去 也可以给我点赞 也可以去看我一些其他的一些视频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